在家人相處、長時間的相處、長時間的侍奉 都是有壓力的 周圍的人是會給我們壓力 是神給我們恩恬 不過有些人連神都不懂得恩恬 因為有些人經常說 又要祈禱、又容易犯罪神 我真的做得不好 就變成他只看律法 從神都會拿壓力 因為他是活在律法主義之下 所以我們跟神是得恩恬的 因為神是說他愛我們 他提升我們 給我們力量 是體重我們的 首先我們從神得力 的而且在世上 口出恩恬的人是少的 我求主幫助大家 都是變成這樣的人 但你發覺周圍的人未必這麼快受落 甚至有時候會說你 但我們都堅持不要因為他們說 所以我就要口出些覺言 而是少出恩言 我在這裏教導 希望大家都常常口出恩言 並且是時時活在神的愛中 讓你口出身 都是出正面的說話 說到謝先生的問題 當周圍的人都是不好的說話 你活在這個環境 如何頂得順呢? 如何繼續有力量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我是以前活在這種環境之下 我是很多年在這個壓力的狀態 但是我在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我就發覺祈禱又起落 我就覺得很好 一期都起落 就湧流出來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 我每天都享受 無論做什麼 阿里律一日 每天都舒服起落 一邊湧流 我自己就起落湧流 但我跟人相處 有些人是給我壓力的 我試過一次經驗 當我告訴別人 關於聖靈充滿 他就喜歡 不喜歡 他就發脾氣 發脾氣 令我開心 不開心 所以我祈禱 發覺那些喜樂就消失了 於是我就打開和他道歉 道歉完之後 我再祈禱我就鬆回了 我就是這次看不到的一件事 就是說 我有喜樂 別人的說話可以令我不開心 那我何必繼續給它影響呢? 我是可以不給它影響 我處理了 我做了我應該做的 我有道歉 我道歉其實不是因為我分享那件事 我只是說 如果我令你不開心 請你減強 其實我說的事情是沒有錯的 不過我令他不開心 請你原諒吧 那他不肯的時候 他還是發生氣 那我就覺得不是我責任 我就回到他 親近神 我有喜樂 我從那天開始 有人一直跟我講負面說話 他都看著我 我一邊聽 我就分辨了 到底我有沒有做錯呢 我做錯我就認錯了 如果我沒有做錯 他就在路上 已經餓了 已經餓了 我看著他 我就說 他現在 即是他所出的說話 不是真理 他所說的 什麼不好的說話 紮備 這些不是真理的 如果我有錯 我就認錯了 我也說 如果我有百分之一錯 我也認錯 有一點點我發現錯 我就認錯 就算他錯很多 我也認錯 但如果我真的發覺這件事上 我真的不是錯 而是他不接受到我的生活 或是他自己無疑無故發脾氣 我就決意 我不給他影響 但我不給他影響 我就不是發怒 我是直接說 這件事不重要 我也用我的比喻說 瘋子佬罵你 不用緊要 不用放在心上 我不是說他是瘋子 總之罪人就會傷害人 我心對面就一邊 他一邊說 我就看著他 我有個頭 我會留意 好 可以說 我就說 因為我定義 我不要給他影響 我給他影響 我就會 我就會失去我的力量 我的喜樂 我又失去了神的喜悅 我何必因為這樣 他做錯 為何我要受苦呢 於是我就 在這麼多年 在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1998年 我是有很長的時間 是長期有些負面的說話 成日來到我身上 但我這個時候 我就一邊操練 他一邊看著我一邊說話 我就看著他 我又聽他說 但他一邊說 我一邊就把他放下 我自己告訴你 這個不是真的 不用放在身上 但我又不激氣 為甚麼呢 他的問題我都要激氣 但很多人就說 他說你 我為什麼不激氣 他說我是他的問題 我激氣 我受傷害 我為什麼要激氣 不用激氣 你會否保證他 你說甚麼 這個就是智慧 試過有一次 有一個人 其實沒有甚麼原因 他就 很小的事 又不是我做錯 他就發明了 我便很簡單地說 他說為什麼你生氣 他說為什麼你生氣 他又沒有再生氣 他又沒有再生氣 我一句說話很輕輕地說 他真的沒有了 但這件事 我們就需要自慰 有時他生氣 他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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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重要是 學到一件事 就是 人的錯 我不用放在心上 他激氣是他的問題 與我無關 我是關心他 我祝福他 但我不用受他的影響 但有些人 見你一次 就將你的事 那我們要分辨 在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種人 首先我們相處很多基督徒 基督徒基本上都是好人 基本上 不過有時候 他們可能會出一些不好的說話 那些是偶爾 出一些不好的說話 有些人是這樣的 這種狀態 這是第一種 就是說我們分辨到這個人 有些人 基本上他是無害的 不過他內宗有時候 抓你一下 像貓一樣 多數都沒有乖 但是有時候 一下無疑 抓到一下 那些 這種是 內宗的 這種人 內宗有一句 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因為是他的問題 但有些人 長期是這樣的 他的生活習慣 他的思想模式 都是這樣的 這種人 我們需要怎樣呢 就要打預防針 例如 簡單說 一個情況 一個聚會 有一個人經常擾亂 我們不能夠 沒關係 不能夠這樣說 因為是需要處理的 那時候 我們可能是要 找人 帶他出去 因為他 騷擾那個聚會的時候 但是如果在日常生活 他也是這樣 有時候 有些 不是每一個年紀大的人都是這樣 有些年紀大的人 很固執 很長氣 有些 不是每個都一樣 他不斷長氣 他來到 都會長氣長氣 那這些人 你能夠做什麼 你想勸他 他又不太明白 我們能夠做的 真的要 有他唱歌 即是 背景音樂 有他一直暗暗 但有些人 因為他很大聲 所以 是比較難做到的 那我都會這樣說 如果你周圍有些人 是令你好難相處 是困難的 是不容易 不過 這個也是一個機會 首先我想說 不要說 神給你 不是神什麼 是人 人給你是人的罪 不過神用了他 可以操練我們的生命 不是神弄到他 他自己是這樣的 他犯罪 所以是這樣的 這種人 我們是需要處理 要問一下 如何處理方法 這是需要 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不受他的影響 而也是要處理的 就是 由最簡單的人 到最複雜的人 簡單的 譬如有時候 內宗有個基督徒 內宗有個彈句話 是不好聽的 我們也要找一個機會 有個情況 可能跟他聊一下 你那天說一句話 你覺得怎樣 又去想 他又說 我覺得有些問題 又去反省 你覺得這件事 會否影響你 先用他的角度 會影響你 引導他看到 其實他這樣說話 都會影響他自己 因為他周圍的朋友 會受傷害 人們會跟他疏遠 都會影響他 你想想辦法處理 引導的方法 這是一種輕微的 到有些 可能有些嚴重的 可能要兩個坐下來 去談 但談的時候 很嚴重的 都沒有用一個嚴肅 嚴厲的方法 而是一個 愛心的 我們都發覺有些困難 我怎樣處理這件事 去談 譬如說 有些人不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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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做法我不喜歡你 那時候 你又要決定 這個人是 譬如這是你的家人 你沒辦法說 我不和在一起 如果這個是侍奉的 是奉公 你便考慮 如果你是上司 你便考慮他 他會不會留在這裏 如果他是上司 你便考慮他 你自己是否會留在這裏 因為那個人 經常都會被你壓力 但這世上是沒有完美的 我們分辨了 就是有些人一起相處 總有些人有問題 不過都可以一起服侍 一起在聚會裏面 便可以 但有些人 他會做一些事情 是真的不太好 他會說謊 或者得罪人 經常都得罪人的仇 你考慮到同工 我就覺得你不要考慮他 就是我們有選擇 其實我會選擇同工 我會覺得很重要 他的質素 我們都有寫了一些 我們同工的守則 就是有問題的時候 如何處理 不要說閒話 不要說負面的話 就是我們寫了這些 這樣的守則 如果真的有同工 是一直都沒有遵從的時候 我們是要處理的 因為如果同工的關係 有問題便會影響事故 有些人是你不能選擇 是你的家人不能選擇 你可能就要接受 你慢慢用愛心 但你不要給他影響 你發脾氣便幫不到他 但你的心平穩安靜 有平安喜樂 你可以影響到他 有些人是可以跟他分手的 譬如說 這個地方的事奉 你真的發覺不行 你不能做得到 不合作到 你就找一個平靜點的地方 你可以事奉 這是我們可以選擇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衡量 尤其最重要是未結婚的 如果有一個拍拖的對象 你就看到他明明都不斷發脾氣 你就千萬不要說 我跟他結婚都是嫁不出的 都要嫁 這樣你就想錯了 因為你以後 你加入了你就沒有妻 所以你如果對象是差 你寧願沒有結婚 你更開心 因為你更自由 還有一個人 你自己想去哪裏就可以 但到你結婚之後 你就不想去哪裏就可以了 你真是很受影響 這個分辨 每一個人相處的時候 聖經也有說到處理弟兄的問題 愛弟兄不是代表你容許他的罪 也不代表你一定要跟那個人永遠相處 我們愛他 因為全世界那麼多弟兄 每個人都一起同工 沒有這回事 你選擇同工是有選擇的 你去哪裏侍奉 也有你的選擇 你有心侍奉主 你明明看到A教會 你和你更加合作到 你現在在B教會 你發覺沒有人合作到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留在B教會 沒有人說 你一定要留在那個地方 你真的發覺 大家都無法處理 當然 如果有些人 他本身有問題 他和B又不行 A又不行 C又不行 他又要留下自己 但如果發覺 其實我不是我的問題 那些人相處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去哪裏 我們依然說 那些人不好 都仍是愛他祝福他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心態 但是祝福也有些人接受 有些人不接受 有些人他可能 你幫他 他反而又會抗拒你 這就是我們衡量 我們放了多少時間 在一個人身上 就是那些人 因為 譬如全方也是 有些人你全極他都不相信 有些人全極他都不相信 那些人是有反應 那些人就興起了更多 那些全極不相信 你依然幫他 不過你不用每個星期都幫他 那些人可能要隔開一下 有些人好聽你的說話 真的聽耶穌說話 那些人就放多點心思 就是我們可以判斷 判斷到 你不是一定要每一個人身上做同樣的事情 還有 有一件事我要分清 愛和友誼是不同的 愛我們每個人都愛不 但愛的方式都有不同 為甚麼呢 譬如我愛你們 肯定愛多於其他我不認識的基督徒 關心你們當然多些 因為你們都是一直學習 我提升你們 能夠更加影響你們 自然我做在你身上 比其他基督徒更多 這是很正常的 那其他基督徒偶然看到 我一樣會幫他 一樣會祝福他 即使這位新朋友 我知道他還未曾認識耶穌 我都會嘗試去幫他 即是我每一個人都幫 不過呢 每一個人幫的情況是有不同的 或許我都會來 spirit 你話我快樂 你風? 你來你嗎? 我會想看看